美国的这一个联准会 对于到底要不要持续降息 又出现了一些新的这个数据上面的 这个落差 最近说这个通膨 红房绿灯又在飘 动来动去了 所以最近的内部的会议记录说 这个降息好像要再想一想 因为这个通膨好像有一点点 慢慢的又有一点点回温 他现在是这样子啦 因为整个美国的 通货膨胀率 比如说CPI 已经降到了差不多3% 以下 可是扣掉了 因为能源价格跌 食物价格跌 扣掉了以后 这个 个人 消费支出 却创新高 也没有新高啦 他是2.5到2.8而已 你就把它创新高 没那么严重 跟以前比 有稍微上来一点点 有啊 就一点点而已啊 那个哪一条线是 是 什么颜色的 那个 Personal Consumption Expanded 红色 红色这条嘛 对不对 那也不过从这个 2点多上来到2.51而已 那还好啦 都 都在三个水平以下 6个月半年内的新高 对啊 就是比上市高啦 比上市高 那这里面是服务的价格上升 那服务的价格 有哪些价格上升 第一个 住房的租金上升 第二个 医疗费用上升 第三个 教育费用上升 那这就是 这些是 反映前一段时间能源的支出 造成很多单位的亏损 现在为了要 调价 这个会有落差 服务业的价格落差 比如举个例子 台电在调价 石油涨很久 慢慢调变价 都会有落差 所以会有这种 落差的现象 那 所以这反映的是之前 所发生的事情 只有12月价格这么高 可是服务业一定会把在后面 把在后面 所以 然后 实质效果会有多大 可能要在 石油能源 食品价格 降了很久很久以后 才有办法再回来 要不然这些服务业会觉得 我前面亏了啊 我从来弥补一点回来吧 那你弥补一点 我弥补一点 就从那个什么 那个 生产水果的果园 一直到厨师 叉叉叉叉叉叉的 而且有一些东西的价格是上去了很难会倒退的 也不完全是这样 石油不是下来了吗 食品不是下来了吗 大宗物资因为 交易现象比较容易 可是那种什么 那种服务的契约性质的啊 比如说我一个月钱你吃有没有 所以会有落后指标 那再等等吧 那如果以照这种情形看的话 12月要降息一马的机率就不高 就不高 会先停下来 停下来 停看停 所以就是最近会比较保守一点 会比较保守一点 还是说这是因应川普接下来 这个 大展生首之后 他不会 亂 通膨 预先预袭啊 先等着 他也不晓得川普会怎么干 先等着啊 对啊对啊 没有错啊因为川普这样搞的话 物价 很难讲 因为他 他把那个 環保限制通取消的油价还会跌啊 油价跌搞不好又把其他的平衡掉了 对啊对所以 他是 他是末端产烈 连者瑞士都是最后被那个插屁股那一个 他只能等到你们都 把事情搞砸了再说啦 等你们先乱玩我再决定 我最后到底要怎样 对对对 没有错 所以12月有可能会先 停一下 不会算也不会降 那这个失业数字 本来他继续降一码嘛 对 现在看看 您川普老大这样搞的话 通货膨胀 会不会在明年 第一季就上来了 所以他 还是停一下好了 先不要那么快降 对 因为降息的依据就是因为通货膨胀下降 还有 就业啊 就业是 应该美国之前就业状况不错 不差 他是白领阶级很差 白领阶级 很差 那大陆上是白领南领专业中控都不好 我们必须很客观面对这个问题 因为房地产被打下来了以后 造成的 波及效应非常的大 就是我讲的财富效果 很多经济学理论 早期的古典经济学就是不管是 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学或者是 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他们都没有去考虑到财富效果 这财富效果 小而知是个人的财富变动 对个人行为的影响 一个国家也是一样 比如你现在地方政府欠债钱一大堆 他没有财富啦 然后 你说地方政府还会去想办法去 哎呀我这里建设不来建设吗 那没有建设 那你 地方政府今天就往 地方政府的财政就下来了 那很多 本来在做地方政府的 标案生意的 工人就没饭吃啦 所以这个是一个财富效果是 永远所有要注意的 注意到 任何个主政者忘了财富效果都会带来不可受的灾难 比如马英九 所以这个就业数字看起来美国的就业还是算是 很长进的嘛 因为他这个出领失业的人 变多了 对啊 出领失业的人变少了 但是续领就业的人 就是 持续的增加 应该是怎么讲 他这个 这个叫做Initial Job Desclaim 就是初步来申请失业金帖的人 大概是多少 新的失业者 221啦 可是他的就业量也在增加 对不对 这个应该是 就业 影失业就业金的 对啊 不是 就进一步下滑 他讲的进一步下滑 蓄领人数 就是继续领的人数 就是整体 存量 存量 有累积的增加 没关系啦 还算可以 已经够好了好不好 美国 管得这么烂 美国政府这么烂还能够这种表现 你不能不配合华尔街 这个谁要赞美华尔街 因为股票在涨啊 所以大家即便没有 没有就业也是有 股票在涨 就是会造成财务效果 财务效果就是说他的个人支出会增加 就像中国大陆股票跌 房地产跌 他的财务效果缩小 中国大陆需求都不见了 投资不见了嘛 这不简单 那现在美国涨了 比如说我马斯特 我特斯拉 长成这样子 你说我多设个工厂 有没有这种动机 就有这个动机嘛 他多设一个工厂 或者他多投资一个事业 那就会人口都增加啦 对 所以这是水涨船高的理论 大家一起有钱 Amazon的股价那么一直在跌的时候 Amazon还会投资吗 砍人啊 英特尔一样啊 现在全球很多大企业都在砍人 而且一砍都砍 不眨眼好几千 有时候因为美国有很多 你不认识的企业 他事实上是 要做蓝领阶级的意在增加 不过有个特殊地方说 他要的临时工比较多 契约工比较多 对不对 那种长期雇用的比较少 所以假如说现在 这个整个就业市场是进入一个过渡阶段 因为如果你未来都看好 你一定会请长期的员工嘛 那契约工说我跟你签三个月 我跟你签半年 我跟你签一年 这种契约工在美国反而快速增加 对啊 那这代表就是说其实他们并不是一个长期看好 只是说短期的 长期不知道 短期需要 我现在先看到眼前我是需要的 对 长期要看川普 怎么样子出招 没有人知道 没人知道 可能每天睡觉起来都会有不同的想法 每天都没有长期 大家都没有长期 不过这个华为的这个手机在中国大陆这个市场的 这个扩张 看起来是一个长期的现象 从这个 60 Pro到现在的70 那 这个反应都非常的好 而且呢就是 等于是把所有的这个精锐进出了 真的很好 也让苹果的这个市占不断的持续再往下走 这个 我也是国坟啊 我也是滑坟 对啊滑坟 你脚踏两条船 手机可以脚踏好几条船 有人是米粉 对 应该这么讲 他真的设计得很好 不辜 而且制造得很好 不像那个F35 设计很好 制造不好 所以每天被 被那韩国的 韩国买的F35整天抱怨 大膀病没有 小膀病一大堆 天天修 对天天修 把他们搞烦了 所以 他们只好抱怨说 是不是在那个 那个什么 礼拜五下午找墨西哥工人来做 来看这个 图形很漂亮 漂亮 拍照效果很好 对 色彩很好 你现在用起来蛮顺手了 越来越顺手 因为慢慢习惯 慢慢熟悉他了 刚开始三折肌往那边折不会 真的 像一折就变两折也是一样 马上变两折 你看两折自己自动变 对不对 很好真的非常好 对 而且 有人认为就是说 你用的是 这个用的应该是那个什么 纯雪红蒙 三折肌应该是纯雪红蒙 可能吧 好像不是 好像是这个 真的啊 麦汽斯才是纯雪红蒙 那不管如何 他也可以用 Google 在海外也可以用 海外也可以用 所以代表说这个系统 在他们的这个测试里头 应该也已经是 很顺畅啊 比如说我用这个红蒙系统 不管他纯不纯雪红蒙 我在用那个 我们 台湾比较常用的LINE 还有那个什么Google 还有那个什么那个YouTube 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且画面更好看 无缝接轨 画质 画质它是本身就比较好了 对 哎呀 那个什么 库克的啊 拜托好不好 库克最近头很大 库克头很大 因为整个10月份的 在中国的外国品牌 外国品牌大概就是苹果 为主了 三星 三星也是 减得快要一半 但是 华为没有这么大的 你只要看一件事情 销量吧 我印象中大概是 10年前我去大陆 机场通通给我挂了什么 两种广告 一种广告叫三星手机 还有LG家电 现在都没了 为什么 家电 中国的产品做些不输给LG的啊 这个 然后那个 这个三星手机 中国说我小米 价钱跟你差不多啊 我要高岛一点我买华为啊 华为是要跟苹果比价的 比苹果便宜一点 功能比苹果好 那苹果这个讲 三奈米的 你华为 八奈米 九奈米 你要知道消费者的心态 大部分消费者不是专业人士 不是那种专业手机的 顶尖的人 我只要好用 会用 很容易学上手 我不是这样对我就很满意了吗 我两奈米要干嘛 对 除非他轻很多啦 其实应该不至于啦 最重的是电池好不好 最重的是电池 而且你忘了 电池做的最好的是谁 不是你苹果耶 你苹果的电池都找那个 Panasonic啊 LG做的 对不对 中国的电池做得比你好 你要 搞重量你搞得过中国吗 因为晶片不管你几奈米那个重量差 有限嘛对不对 对 那 中国里面的那个什么 照相机啦 还有那个什么那个音响啊等等 那个才真的占重量最大的部分 对不起做得比你好 对啊 那我要了这个啊 对不对 所以难怪会大减 会继续减下去 即三星在这个中国市场 不行之后 接下来下一个就是苹果 苹果有它的底盘 平常讲苹果的底盘 因为 苹果有几个功能 真的还是比华为好一点点 有一些功能 那华为其实大部分的功能都赢过苹果 我们一般人 用的功能都赢过苹果 但是苹果也有几个功能真的是 比华为好一点点 但它太专业了 他们有什么 手机 手游啊 我们这种年纪的用手游 你也不玩嘛对不对 可是华为手游应该也要很厉害才对啊 因为他就赢在他的那个运算 运算比华为 这个就是晶片了是不是 对对到晶片等级 这终于跟晶片有关 那只是非常少 可是一般人玩手游也没那么高档好不好 现在那个什么 手机版的那个 黑神话还没出来啊 不过这个代表说中国的手机市场 经过了华为的这几年的 华为的王者归来 值得肯定跟赞赏 因为我们你知道吗 这种大象竞争 我们买的叫便宜货啊 今天如果说只有华为没有苹果 华为手机一定会涨贵 然后 如果只有这个 那个什么 苹果没有华为 苹果才不降价了 他就不会在iPhone16不会定这种价钱 对 会高档欺负消费者 有竞争是好事 当然是好事啊 所以说华为加油 苹果加油 你们两个竞争越厉害 我们买东西越便宜 功能越好不是吗 那你那个 库克要不要回去面币检讨一下 为什么这个功能 华为有或没有 为什么这样子华为有或没有 你就会检讨嘛 对不对 如果他对于中国市场 这个还想要再抢回他的 手机不只是硬体喔 手机的操作软体啊 比如说你是用鸿蒙 他用这个iOS 对不对 然后可是架在上面还有很多的功能喔 那些软体的设计 平常讲华为比苹果好 好 好 谢谢观看